WIT的暗黑破碍神永生不朽分享之 韋雷克檢舉之亂與潛談爆血檢舉機制 韋雷克檢舉之亂是什麼 爆血檢舉機制 無課的WIT要分享韋雷克檢舉之亂與爆血檢舉機制 影片有字幕覺得語調或聲音難聽可以用靜音觀看 下方說明會放時間點清單請多多利用 影片分 韋雷克檢舉之亂 爆血檢舉機制與檢舉懲罰 韋雷克檢舉之亂 韋雷克檢舉之亂人事實地物介紹 主要當事人 第一任玩家不朽氏族與第二任玩家不朽氏族 事情 耐用檢舉機制導致多名玩家近年甚至暫時凍結帳號14天 時間點 第一任玩家不朽氏族 9月5號我們踢到第二任玩家不朽氏族 遊戲 伺服器 暗黑破愛神永生不朽 韋雷克伺服器 檢舉站時間線如下 7月8號永生不朽上市 7月224 玩家隱蒙氏族推翻電腦不朽氏族 7月25 第一任玩家當上不朽氏族 在7月25 第一任玩家當上不朽氏族開始甚至更早 非第一任不朽氏族的高戰鬥等級玩家陸續受到禁言懲罰 有些是說話比較衝動或其他原因被檢舉到禁言 7月8號開福到國服開啟這段時間 聊天室的吵架盛況有目共睹 但有些高戰鬥等級玩家是莫名其妙就收到禁言懲罰 9月4號第二任玩家隱蒙氏族推翻第一任玩家不朽氏族 9月5號第二任玩家不朽氏族上任 9月13第二任不朽氏族會長收到禁言懲罰 第二任玩家不朽氏族成員已經有很多被莫名禁言30天 韋雷克伺服器的檢舉站就此開戰 第一任與第二任不朽氏族互相檢舉 9月14第二任不朽氏族一位玩家帳號被多次檢舉到暫時凍結14天 9月14當天第一任不朽氏族的聊天室 糾團檢舉截圖流出被發布在巴哈 WIT是第二任不朽氏族同盟的成員在9月14收到禁言14天懲罰 收到禁言懲罰當下WIT的戰鬥等級3029加共鳴540 9月15第一任不朽氏族玩家在直播平台示範濫用檢舉和差別檢舉玩家 天梯榜或聊天室看到或遊戲中路過的玩家通通檢舉 9月19館長直播被禁言開罵後又解鎖 更詳細可以去看巴哈姆特安埃破愛神永生不朽阿拉區 巴哈姆特永生不朽阿拉區相關文章連結會放在下方說明 同樣是永生不朽為什麼維雷克伺服器的比較刺激有趣 暴雪檢舉機制與檢舉懲罰 永生不朽只要多個玩家對相同玩家多次送出檢舉 多次被檢舉的玩家會直接收到暴雪懲罰 WIT收到14天禁言懲罰信件顯示原因是帳號遭到多次檢舉 玩家只要遭到多次檢舉 暴雪會直接送出懲罰 暴雪完全沒省而玩家是否真的有違規行為 永生不朽遭到多次檢舉 懲罰階段 第一次遭到多次檢舉是禁言14天 第二次遭到多次檢舉是禁言30天 多次收到懲罰會暫時凍結帳號14天 以上是同四族成員遇到懲罰經驗整理而成 如果使用不當程式是直接永久凍結帳號被暫時性懲罰 暴雪的檢舉機制問題不是在永生不朽才開始 WIT接觸Overwatch就有看到玩家討論暴雪檢舉問題 Overwatch哈拉區檢舉問題文章連結會放在下方說明 因為在Overwatch看到有玩家濫用檢舉機制現象 WIT玩永生不朽是連通勤陣都沒買的無課玩家 永生不朽的天機榜目的是讓玩家可以參考排名前段的玩家配置 但對濫用檢舉的玩家卻變成另一種方便 不懂玩遊戲為什麼還要搞這種手段 最後特別感謝慷慨解囊加入WIT YouTube頻道會員的觀眾 可頌先生與風神靈 您的贊助能讓WIT繼續做更多教學影片 維雷克檢舉之亂與潛談暴雪檢舉機制影片到這邊告一段落 還沒有訂閱WIT YouTube頻道的請協助訂閱 WIT感謝您 有什麼想說的想問的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如果喜歡WIT的影片請協助按我喜歡加分享 想先看到WIT的新影片可以開啟小鈴鐺通知 我是WIT下次影片見掰掰 win asuna